大家好,今天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山打人事件 包括刘文喜的死在内 他的真相是什么 第二件事就是台湾上面到底想不想打 能不能打得起来 先说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纵观整个事件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黑恶事件 它是上面最高层的 想要撤翻 但是失败的是这么一个事件 前期的打这个三个女孩 确实是一个单纯的黑恶事件 但是把刘文喜调过去 以后他就想通过 唐山的黑恶事件的确很猖狂 想通过这个黑恶事件来 拔掉一些藩王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伴随着刘文喜的死亡来的 和这个后面没有下门了 就是抓了一些小喽喽 过去坐坐牢 给老板亲看一看 标志着这个事情 从目前看就是结束了 失败了 一失败告终 然后第二个话题 这个台湾呢 想不想打呢 能不能打得起来呢 答案是不想打 也打不起来 那为什么把台湾叫得这么熏呢 这几年台湾呀 香港叫什么烟雾弹呀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第一期视频里面就说过 想打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对吧 说的已经很明确了 他的目的 他的这个重心 一直是在打 所谓的这个台湾呀 只是放有烟雾弹啊 无非是以下几个目的嘛 第一个民族民族 民族凝聚力嘛 得要有人听他的呀 得要有人拥护他呀 那最低成本的方式是什么嘛 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啊 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对不对 找找台湾的麻烦 找找日本的麻烦 是吧 加强一下民族凝聚力嘛 对吧 好多人不听他的 这个社会社会有很多底层的老百姓 不听他的 感觉他不好了 赶紧搞一搞这个民族主义 加强一下凝聚力 这是第一个 这第二个目的 是吧 军费嘛 中国的军费这几年都快涨上天了 你看涨了多少钱 对吧 你看一下部队那些军官呀 还有他们这个当兵的收入多高 对不对 要涨军费嘛 这是第二个目的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目的 中国目前的确是一团乱码 要转一下公众的事件呀 就是这三个目的啊 有些人说不是 那我跟你说 真正想要打台湾啊 他现在不是这么干的 也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氛围 就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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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